我要为你做做饭 我要为你吃习惯 让口满怀期望 看你都吃完 我要为你 我要为你 我要为你做做饭 哇 说了为亲爱的另外一半做饭 前几天是这个情人节的时候 不知道你有没有做出情人节大餐呢 那除了这样之外呢 有的人其实呢对于妈咪来讲 另外一个非常辛苦的地方就是什么 就是要帮小宝贝来做好吃的料理了 而尤其呢有些妈妈哦 除了喂母乳之后呢 哇 接下来这个副食品 到底断来的食谱要怎么吃呢 今天节目当中很开心的 在星空做客为大家邀请的是 他真的是我看过 生过四个小孩之后 身材怎么有办法维持得这么青春美丽 然后呢一般你知道人生可能就本人像 我就是自己胸无大致 觉得人生可以当个贤妻良母 就是最幸福的事 但这一位女孩 她不但当了贤妻良母 养了四个非常健康可爱的孩子之外呢 也是一个很厉害的部落客 然后主持人上了很多的节目 今天我们就要一起跟着 维尼妈的断乳食谱这样吃 先来欢迎维尼妈妈 哈喽 你好 哈喽 听众朋友大家好 恬君你好 哇 很高兴我今天节目当中 请到维尼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也很开心 我也很开心 你四个小孩都是自己手把手的带大的吗 对啊 因为就是自己带比较省钱吧 因为我们家就是想说能够自己带就自己带 自己孩子自己带的比较轻 而且就是比较安心一点对不对 对啊 也从23岁一直到现在 这十几年来的这个时间 很多朋友看到我都觉得 怎么都每次看到你都在怀孕 肚子都是大的 一口人家是一口接一口 是小孩子一胎接一胎这样子 对对对 不过在这之中就是因为发现 跟生活来讲 跟小孩来讲 一起成长感觉不错 所以我就写了一本书 除了放一些食谱的分享之外 搭配24节气 还有一些我喂母奶的经验 还有一些育儿的经验 跟大家分享 你刚刚讲的说 其实副食品不是说 只要把这个东西打得 泥泥烂烂的来吃就好 还要搭配24节气 怎么说 因为其实我们每一个节气 比方说现在已经到秋天了 但是大家知道 我们秋高气爽的这个季节 其实秋老虎它发威起来 很猛的 那因为早晚温差大 所以宝宝其实有的时候 你白天看 然后晚上看 那个气温都比较凉 是 它比较容易受风寒 所以在这个当中 比方说立秋的时候 你要运用什么样的食材 把它添加在副食品上 然后你刚刚也有想到 其实宝宝除了六个月 开始吃那个副食品啊 它到了大概八个月 九个月之后 它不太爱吃那种 全部打迷的 所以这时候我们又很苦恼 因为宝宝长大 有在吃东西 我们才觉得 我们就很开心 但它不吃的时候 我们该怎么办 这么小就在追求口感了 对啊 它们的口感 而且它们非常的敏锐 像喂母奶 如果我今天吃了一些 比较刺激性的东西 它们就觉得 这母奶里面有怪怪 有奇怪的味道 不喜欢 所以我们到底要怎么样 就是照顾好小宝宝 讨好他们的形象 这个季节 比方说现在好了 什么样的东西 是比较适合的 现在如果像是八月份 九月这个时节啊 我可以推荐大家 在这里头 我们可以给他一些 比方木瓜 木瓜或茄子 其实我说实在 很多人看到我的食材 他们都说 天哪 你的小孩都吃这些东西吗 茄子啊 然后酪梨秋葵这些 有什么不好的吗 不是很健康吗 因为大人都会挑食 他就觉得 他自己不吃 他不会买的食材 从小就不会吃到 但是我觉得 反而要反其道而行 像我们家吃饭 餐桌上 绝对不能有挑食 这两个字 就连爸爸 他其实很不喜欢吃红萝卜 但他都会为了孩子 就是表演一套 就是哇 这红萝卜好好吃啊 好健康啊 小孩子从小看到 爸爸妈妈是这样子 对食物一个好奇 然后一个喜爱 他们进而就不会排斥 就不会觉得 有什么东西 就要挑到旁边 然后看到会皱眉头 其实这也是一个身教 对不对 对对对 那像我这本书里头 秋季这边 我就可以推荐大家 因为我这本书很特别 他还有用QR Code扫描 有些食谱 他看起来 做法有点繁杂的时候 你用QR Code一扫 他就可以直接连到网路上 看影片的说明 对所以在这里头 比较清楚 对也还蛮清楚 就是一个趋势啦 因为一般来讲 像这种就是 平面的书籍来讲 如果像新手妈妈读起来 那一个步骤 一个步骤 看就觉得可能 好像有点难 但是用QR Code 影片的介绍方式 我觉得他们会觉得 蛮浅浅易懂的 哦 就可以看着影片 跟着一起来做 就有一些东西 就会比较清楚了 对对对对 所以这个季节的话 就是其实像吃一些 什么秋葵啊 然后 秋葵啊 切子啊 有级耶 嗯 然后像我里面有提到 就这个季节 秋季的时候 我推荐干涩蛋卷拌 那这里头 我觉得其实宝宝呢 我们六个多月 八个月的时候 我们可以让他吃一些蛋黄 是 那很多妈妈就会觉得说 啊不行啊 蛋是过敏源啊 但其实我们要让他先尝试 比晚尝试来得好 这是有科学研究的 我过去也是觉得 因为我们家老二 是异贵性皮肤炎 是 很严重 他整个身体 只要到了夏季 整个身体都会抓到 整个皮都破了 然后都流血 对但是 越是怕他过敏 越要 让他多接触一些 不能说脏东西 越让他多有 这个抵抗力 去承担这些 是 不是一直保护他 所以我们之前 有时候老人家会讲 说蜡蜡吃蜡蜡 这个其实有一点点 可是没有这个道理啦 对对对 这个三色蛋卷饭里面 也是有一些像 小黄瓜 牛番茄啊 梨子 就是蔬果 然后跟水果跟蔬菜 这样综合在一起 打个蛋 这样子 小朋友就觉得很好吃 简单跟丰富 对不对 对对对对 而且呢 其实像这本书 跟着维尼妈的 段乳食谱这样吃 除了教大家说 做一些这个 副食品之外 也有很多这种 小迷思在里面 提醒大家耶 因为你一手 带大四个小孩子 所以像是里面 有跟大家说 这个怀孕 到底可不可以染头发 这样的议题 都有提出来讨论 对不对 所以到底怀孕 可不可以染头发 其实啊 怀孕的时候啊 或者是 胃母男的时候 很多妈妈 都会很担心 但是我自己本身 个人怀孕的时候 并没有染 因为很多 你可以走到路上 可以看到 很多怀孕的妈妈 她的头发 最前面是黑的 然后后面 就是黄黄 所以大家都 或多或少 还是会担心 但是你说 喂母奶 可不可以呢 我觉得如果她在 大概为了 三四个月的时候 开始可以接触 副食品的时候 我们就不要 那么的担心 因为妈妈 也是有追求 爱美的这个权利嘛 真的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OK啊 而且你可以让设计师知道 像有的时候 我去固定的设计师 他就知道 我在喂母奶 他特别会帮我 做一个头皮的隔离 然后可能 染发的时候 不要接近 我们的头皮 甚至你在染发 这个一两个小时之内 你可以先把 你的母乳挤出来 我真的很担心 其实不只是这样子 甚至是感冒药 也有人问过我 感冒的时候 我会感冒 我可不可以 喂我的小孩母奶 我怕会这样子 传染给他 但是你知道吗 母奶的 就是额科医师 特别告诉我们 就应该要喂 因为我们可以 把我们的抗体 藉由我们的乳汁 传递给我们的孩子 表示说 他根本就还没有 得到这个病之前 我们就已经 把这抗体给他了 所以其实是可以喂的 是 那所以 可是像之前 人家讲说 譬如说妈妈吃的比较辣 然后吃的太甜 也会影响母乳的品质 是真的吗 就是可能 味道会重了一些 甚至我们怀孕的时候 因为我有经过那个 哺乳孕期的这个阶段 就是我从怀孕到生 我都一直在喂母奶 但在这母奶当中呢 这几个月就会有 不一样的口味的变化 是 这是很微妙 像那时候我怀老三的时候 老二就会突 就是在七八月的时候 就会突然觉得 哎 奶奶感觉好像 有一点点不一样 但是她不太会表达 她可能吸云的频率 没有那么的多 是 但是我们就可以感觉到 原来有小孩 是这么的敏锐 那么的敏感 只是她不会讲 哦 会感觉到说 有一点不一样咯 然后味道的改变 这样子 对对对 所以我才希望能够 把我的一些经验 然后画作文字 分享给很多读者 是 对让他们知道说 其实喂母奶 没有很可怕啦 我婆父四胎 我都躺着喂 哦 一生完24小时内 我就说哎来 把她抱进来 24小时母婴同时 就开始喂了 对我就是很坚持 一定要喂母奶 你的喂到几岁 喂到多大啊 现在的话 这个小baby她还在喝 她现在一岁八个月 那之前两胎的话 她都是三岁半 自然离辱 哇 自然离辱是指什么 自然离辱就是 有一天小孩 突然看着你妹妹 一点感觉都没有了 她长大了 她长大了 她想要 她想要自己睡了 她想要自己 变成一个独立的个体 但孩子刚出生 在这世界上 她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但她没有办法 离开妈妈的那种温暖 所以其实我今天 在网络上 还有网友在问我说 好像半夜的时候 那个妹妹都会起来 喝妹妹 是不是 她的奶不够了 对 然后我就会 我就会用过来人的方式 安慰她说 其实不是不够 其实是因为 她没有安全感 我们常常大人都忽略了 孩子 就是baby啊 好像以为哭 她就是饿 但是其实很多东西 是在于心理的 心理才会影响生理 所以我就跟她说 没有关系 你就是继续喂吧 喂母奶就是傻傻的喂 她就这样 汗不浪漫就长大 她想要你多陪陪她 对不对 所以我们刚刚听到的是 那个你们家 小樱桃最小猪的声音吗 对对对 她跟大家哈喽 好可爱的声音哦 而且那我们最近呢 其实就是有看到 就是像是很多的议题 就什么一句话热闹 什么 你觉得一句话 最容易热闹 妈妈的是什么话 嗯就是 哎 家里都没 你应该不会很忙吧 家里什么事 家里都没打扫吗 什么之类的 好过分哦 因为其实要带四个小孩 真的会很忙碌 对不对 真的很忙碌啊 哇 而且有的时候 我不是故意没有缴电话费 或什么 就可能会有催催催催账的 然后电话给我老公 然后我老公说 哎 你怎么 睡门就在旁边 怎么不去缴一下 你知道我们这分声 发疏 我又要煮饭 我又是煮三餐 是 然后我们家老大 又是现在要升小五 课业的压力 我也会感受得到 是 所以不是说 这么的简单 妈妈们真的很不容易 妈妈们很不简单 所以另外一半也要多多体谅了 没错没错 那如果说就是新手妈妈们 有任何对于这个断乳食谱的困扰 或者是想说 到底这个怀孕生小孩 有哪些的人家说的禁忌 到底是如何呢 就让已经生了四个小孩的维尼妈 告诉大家吧 谢谢 也让维尼妈的 跟着维尼妈的断乳食谱 这样吃的新书大卖咯 谢谢恒君 谢谢大家 谢谢维尼妈 晚安 拜拜 晚安 拜拜